下个月5号就是霹雳州刮拉江沙和水兰俄州大港国会议席双补选提名日 希望联盟和伊斯兰党之间的竞选磋商仍然陷入僵局 在伊斯兰党坚持一定会上阵双补选后 雪州民主行动党主席潘建伟今天指出 西蒙会在明天开会讨论双补选仪式 他强调两场补选就算不是一对一也没有关系 但西蒙坚持一定要有本身的候选人上阵 在伊党在刮拉江沙和大港两场补选的议席谈不拢 就在伊党多次重申将会派出候选人出征两场补选后 双补选出现一对一选战的情况似乎难成行 雪州民主行动党主席潘建伟今天表态 就算在伊党无法在补选中和国阵直接对垒也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希望联盟必须派出本身的候选人迎战 支持西蒙的候选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西蒙一定要放候选人 我们不可以在这两场补选不放候选人 因为我们的支持者会感受到失望 有一对一最好没有一对一也是要出战 行动党坚持要西蒙出征补选 伊斯兰党青年团团长内亚都则是在国会走廊重申伊党的立场 他强调伊党谈判的大门已经关上 至于西蒙的决定是什么都是他们的家务事和伊党没有关系 NTVC Liu Xiangling 西蒙的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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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